今年1月已对中国成功进行了过世访问 我们一致决定将中乌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两国关系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贵国也在全面推进乌斯别克斯坦2030战略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 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们愿同无方一道 以国家命运为怀 以人民福祉为念 推动中乌关系高阶段发展 我愿重申 中方坚定支持 乌方维护 国家独立 主权安全 永远是 乌方值得信赖 的朋友和伙伴 的朋友和伙伴